好 好 唱得太好 这柳音音姑娘 不愧是望春楼的头牌啊 赏 重重的赏 大爷 您的银子已经花光了 这个是单独赏给音音姑娘的 不求一夜春香 只求音音姑娘单独唱一首 也有刚做的诗 爷 这字在哪儿呢 你要是能看出来 怎么能凸显音音姑娘的难得呢 赶紧去 是 拿什么对子呀 柳音音姑娘 今晚我帮了 王公子啊 咱们音音姑娘是一月会友 卖艺不卖身 您看啊 您要不按老规矩来 什么卖艺不卖身 难道 这些还不够俘获 音音姑娘的芳心吗 你这个老包子 就喜欢抬高价卖 一个胸无点墨 不通音律的草包 还妄图与帅 还妄图与帝都鸣铃 弃坛割月 真是自取其辱啊 你 你是谁 你为什么骂我 这不是经常混迹 各大赌方的王公子吗 怎么 就要换地方玩了 前几日还看见 您被拒财方的人 扒光了衣服丢出来 看来是赵梅杰青 不让进了吧 你 他怎么知道的 你别再胡说八道啊 听闻您的夫人 可是凶悍无比啊 曾经因为 您金屋藏娇之事 拿着金条 追了您五条肩 看来您这屁股上的伤 也是咬好了呀 赶紧走啊 王公子 怎么走了 这不是太子殿下吗 好啊 平日里装的都是假正经 背地里竟然来这里 寻欢作愣 看我不禀告皇后姑姑 抓你现行 正好轻职取消这么回事 这位大人 实不像蛮哪 实不像蛮哪 上次酒后失言 惹父皇生气被禁足后 父皇好笑 不禀告皇后 是否真是蛮哪 不禀告皇后 不禀告皇后 是哪 不禀告皇后 感谢观看